这之后我还可以再转 就是说我研究生起点 我再来读学也是可以的 是吧 所以呢就是说 应该说取决于什么呢 就是说你你的决心是吧 如果你决心非常的坚定 我不怕失败 我一定要往这个走 其实总能够应该说 我经常讲总能够有学上 是吧 就怕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想 然后过了两年三年 然后你又不想了 是吧 所以这个本身学业又很苦 是吧 后面就就慢慢就慢慢慢慢 然后就人生就不知道发展什么方向去了 anyway 那这是英国的这个方向的 ok 好 有关于英国的这个方向的 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你也还是 来QA环节 ok 其实我们说就是说 每一个啊 比如说就单单英国 就申请这个医学院 是吧 其实要讲的话东西内容太多了 方方面面的 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三言两语能讲得清的 对吧 而且比如说你要看各个学校 对吧 各个学校 各个 他有什么特点 然后他喜欢什么样子的背景的学生 然后你应该做什么准备 对吧 所以这个要要讲的还是挺多的 ok 如果 老师您好 请讲 我也挺这样的 比如说孩子他如果说选择了大学的时候 因为英国和美国学医是不一样的吗 英国的话可以在他本科的时候就开始选择学医 然后美国呢必须要研究生 那有没有这种办法 就是说咱们可以先在英国学医 学了之后呢 然后本科的时候转到美国 不是本科就研究生 能够直接再考吗 还是或者必须要先就是本科就在美国念大学 念了之后才有机会在研究生的时候考他的医学呢 应该是后者 我没有看过说我在英国读了本科读医学院 我再转到美国去读的 这个我没有看到过 但是我有看到过什么呢 我也看到过他已经在英国读了医学院 一般是五年 是吧 读完之后呢 他除了考英国的POAB 对吧 POAB就是英国的医生执照 同时呢 他也会准备美国的USMLE 美国医生执照 因为实际上我们要 我们不要忘记啊 就是说你学医进医学院 只是开始 最终的目的是拿到医生执照 实际上 知道吧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你 能够在英国读医学院 其实已经很优秀了 然后呢 你就安心的把这个医学的这个体系 从我们讲的解剖啊 生理生化呀 是吧 然后内外富尔啊 对 把他给学经学透 然后呢 你再 对吧 你再考个执照 当然考执照很难 对吧 就是说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转学这个事情呢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啊 所以很多的时候 是 你如果说你 就是说觉得英国不好 或者觉得不爽的话 很多的人应该是 我就到美国去读一个 就是说本科 有这种也有 有这种可能 对吧 但是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本身进医学院太难了 人家不会愿意这个 对吧 不会这么去放弃的 因为他也不知道 能不能进美国医学院 对不对 是不是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没事 OK 好 所以我们这个 结束这个英国的这个 这个讲解 其实其实英国呢 现在应该说 是一个大热 不少的这个 很多同学 他 因为他美国呢 他相对来说 只有研究生才开始嘛 所以他就希望 想节省这个四年的时间 实际上 我觉得